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Lulu 研究顯示呢 不吃早餐的人 比吃早餐的人肥胖的機率還要大 所以今天呢 我想分享一些 正確的吃早餐的觀念 讓你早上起來吃得健康 然後又可以瘦身喔 人体在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 你的身体是容易处在一个低血糖的状态 那如果你早上起来 身体是处于低血糖的状态 你会感觉很饥饿 那如果在这样子的一个饥饿的状态 你又去吃午餐的话 你就容易吃进很多高热量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影响到你的新陈代谢 也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消耗脂肪的功能 那吃早餐的原则呢 第一个是你必须要食用优质蛋白质 什么叫优质蛋白质呢 就是比较优质的蛋啊奶啊 或者是比较优质的鱼类这一些 那优质蛋白质呢 其实是对于我们的身体的新陈代谢的维持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元素 还有一个就是启动你的大脑 还有你的身体的运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量 再来一个就是食用DGI食物 什么叫DGI食物呢 例如说杂粮 燕麦 糙米饭 全麦面包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DGI食物 那DGI食物的好处呢 就是它会让你的血糖维持在一定的平衡上面 不会让你的血糖大起大落 也是控制体重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再来就是摄取富含维他命C的水果 因为人体在空腹的情况之下呢 对养分的吸收特别的好 而且维他命C呢 可以防止体内脂肪的合成预防肥胖 鼓励大家多吃水果剩余果汁 因为如果你在吃水果的时候呢 还可以摄取到里面的纤维脂 而且摄取多一点点的纤维脂 它可以帮助你的排便预防便秘 而且也可以达到瘦身的效果喔 最后希望大家可以养成吃早餐的习惯 可以让你的头脑清醒 而且一天里面活力满满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